大家好 欢迎来到禅静 开始今天的分享 我得到一本别人结缘奉送的净空法师法语精华录 本师在精华录的养生一章 给我们传授了如何和自己身上的生命元素 和病菌沟通的智慧 看后深受启发 我身上有一个扣救无门的顽疾中部鼻炎 这个病是五六岁时就得下的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 平日里鼻子一直处在初步来期的变门状态 要是气候稍微凉一点 就更是一点气都不透了 只能用嘴呼吸 那感觉痛苦极了 在得病的几十年间 不知用了多少药物治疗 但都是紧紧奏效于一时 一旦停药 就又恢复到原样 在看了净空降寿传授的方法之后 我当天下午四点就使用了 令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是 五个小时之后 我在床上躺着闭目养神 这时我的鼻腔里忽然擦擦擦脸响了三下 那响声就好像我们平常从超市里买回散装食品 顺手撕下售货员临时沾上的架签时 发出的声音差不多 鼻腔里的感觉就好像有三层贴得很紧的塑料薄膜 突然蹦起来了一样 接着 正堵的死死的鼻腔骤然间通畅了 这时我已意识到是我的沟通起作用了 于是就赶快肯定他们 表扬他们 鼓励他们 第二天起床后 也就是每天严正表现的最严重的时段 居然也是畅通无阻的 接下来 折磨我几十年的鼻炎彻底痊愈了 我家客厅挂着一张镜空教授的像 我泪流满面地站在他老人家的向前 双手合十 恭恭敬敬地鞠了九个躬 万分感激地对他老人家说恩师啊恩师 学生的智慧是您老人家给的 学生的健康也是您老人家给的 您老人家那么大年纪了 还为了旷正是丰满世界的奔波着 学生虽然不才 但只要能为您老人家出一点点力 帮一点点忙 也会万死不辞 学生要把自己的精力告诉众生 因为众生减少病苦折磨做些许贡献 二位抱您老人家海洋般的深恩 现在 我就把我的做法说出来 供一切有缘者参考 首先第一步 我先呼唤着自己身上各种生命元素的名字 向他们三鞠躬 我教着自己的乳鸣说 我秀您身上的每一根动脉 静脉 骨骼及小毫发 小毛孔 小血管 小器官 小关节 小细胞 小原子 小电子 小中子 小质子 小微臣等 你们好 秀您向你们真诚的鞠躬失礼了 以前 秀您不懂得与你们沟通 今后要与你们经常沟通 我们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大家息息相通 利益一致 只有这个生命共同体健康了 你们每一个生命元素才能感到舒适 安详 自在 然而这个共同体的健康 需要你们互相协作 和睦相处 共同努力 共同努力 更需要每一个生命元素 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工作 在自己的轨道上正常运转 不要脱轨 不要越轨 不要做害群之马 大家都正常了 这个生命共同体才能健康无恙 你们每一位个体才有安详和舒适可言 我已经发了红愿 要把自己的一切财产 包括身家性命都献给众生 献给社会 献给红法立生事业 献给大自然周围不育我们的慈母 我们这个生命共同体健康了 我就能圆满地实现自己的红愿 功劳和功德都是你们的 因此 我衷心地希望 你们都能为构建这个年轻健康的生命共同体 做出自己的努力 在这里 我先感谢你们的支持 接着 我又和自己身上的小病菌小毒菌小细菌们沟通 我说 我秀妮身上的小病菌小毒菌小细菌们 你们好 请你们接受我真诚的三鞠躬 聆听了净空教授的教会之后才知道 你们的出现 是我多年来贪嗔吃三毒酿成的结果 你们只不过是因我的育而生 可是以前当你们出现在我身上 给我带来痛苦的时候 我却不知反省自己检讨自己 不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只一个劲地拼命杀你们 消灭你们 这不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反而使你们毒上加毒 重中加重 现在我向你们真诚地道歉 并欣慰地告诉你们 我以遵照净空教授的教会 放了一切为众生的大宏愿 身上的三毒越来越少了 你们烂以生长的根源就要枯竭了 那么你们的性质就可以改变了 我现在希望与你们和解 愿你们改变性质 变成美丽健康的结晶 成为这个生命共同体的有机养分和有力因素 和其他的元素携手共创年轻健康的生命乐园 接下来 我层层递进 又专门对着自己身上玩几部位 比如鼻腔里的小病菌小毒菌小细菌们说 我秀妮鼻腔里的小病菌小毒菌小细菌们 你们好 请接受秀妮真诚的三聚功 几十年来 你们一直堵塞在我的鼻腔里 给我带来了很多痛苦和无奈 可是现在我明白了 我一点也不怪罪你们 你们也是替天行道 没有过错 过错都在我身上 我应该好好反省自己 用记得行善的方法为自己消夜 以前我不懂词理 经常用以毒公毒的办法折磨你们虐待你们 这给你们带来了痛苦和不安 在这里 我向你们真诚地道歉 现在到了我们和解的时候了 有两条去向任你们选择 一是离开我的身体 之后完成你们自身形态的常规转变 二是不离开我的身体 你们自行改变性质 变成这个生命共同体正常的一份子 为这个生命共同体的年轻健康做出贡献 随即 我又给身体内的三十身合住在两个肩膀上的同名同声 这五位神灵真诚鞠躬 提醒他们帮忙 来统领这些生命元素 让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充分发挥作用 直到现在 堵塞我几十年的鼻腔一直畅通无阻 我把这个方法随即介绍给了一位关系很好的大姐 这个大姐脖子里长一块很大的牛皮血样的东西 但又不像多数牛皮血那样安静 常年发痒 经常搅得她六神不宁 我给这个大姐说时 正巧她的牛皮血正痒的厉害 她回家就与那些小病菌小毒菌沟通 果然效果明显 可是这种良好的状态仅仅维持了两个多星期 就又扬起来了 我问她最近情绪有没有大的波动 她说和儿媳妇吵了一架 儿媳妇和儿子也搬出去租房住了 房租很贵 她又在家里心疼儿子媳妇花钱 总是失眠 问及吵架原因 原来还是钱惹的货 这个大姐看到儿子媳妇两个多星期都没买一颗菜 认为他们不舍得花钱 就不高兴了 说话也不中听了 儿媳妇也不省事 两个人大吵了一顿 接着牛皮血就犯了 开始她认为自己沟通的不到位 把她写的沟通信拿来让我看 我见那上面写着一定破除自私自利 消灭探秤痴三毒 一心为众生之类的话 便直言道道 我给你找到原因了 你打了妄语 欺骗了他们 你说你破除自私自利 一心为众生 可是你连给自己的儿子媳妇花点钱都闹情绪 你怎么可能破除自私自利 你又怎么能一心为众生 你又是吵又是哭 怎么消灭探秤痴三毒 静空教授既然说 病毒病菌是我们自身的探秤痴三毒生出来的 那你的三毒一起来 他们就又生出来了 因为你的三毒给他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这位大姐听了说 还压我明白了 我以后再也不发脾气了 我说你肯定做不到 贪嗔痴三毒 贪是根 贪心和私心不除 在钱财问题上看不开 你的心量就不会大 到一定的时候忍不住了 你还会发脾气 贪心私心不除 什么事都处理不好 比如你和儿子媳妇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在钱财上看开了 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你一个月两千多块退休金 就这一个孩子 还有什么可斤斤计较的 可是这位大姐说 哎呀不行呀 现在住院不能百分之一百报销 自己还得掏相当大一部分 要是用自费药 还得自己全部掏 我不留点后手 都给他们花了 他们到时候 要是不舍得给我掏钱怎么办 这位大姐的话 真是令人笑 也不是叹也不是 一边沟通 一边做着生病住院的打算 这证明自己沟通时 就没自信没诚意 万法心想生 你自己留一大堆钱 就是为了生病住院用的 那这些小病君小毒君们 怎么能离开你 他们要住在你身上 等待机会实现你的想法 满你的愿呢 佛家和道家都讲 智诚感通 可见感通的前提条件是智诚 也就是真诚到极点 不管和世间万物沟通 还是和佛菩萨沟通 前提都是一样的 然而转了一个圈 话又回到了起点 不把贪欲和私心灭掉 你永远也不可能有实质意义上的真诚 没有真诚 也就谈不上感通 这个沟通的方法 希望同修们在尽量灭除私心的前提下 每天早晚各做一次 哪怕你的病好了 也要坚持 因为在沟通的三段文字里 都出现了年轻健康这两个词 万法心想生 你每天都在加强和肯定年轻健康这个意念和信息 那你的容颜和肌体就真的会年轻健康起来 不过别忘了前提条件 是一定要尽量灭 除贪欲和私心 这段文字 不相信三宝的人看到后或许会吃之为荒唐 那也只能由他去了 见仁见智 全在个人悟性 全在个人悟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